最近才發生的事情 我真的不能夠明白 為什麼跟演員在拍攝的時候 所有的工作人員五十幾個 可以看著他在那邊被打兩百個巴掌 我真的不知道 是什麼樣的心情覺得他可以承受 還是覺得你們覺得應該的 還是覺得說 這就是演員應該付出跟犧牲的 兩百個巴掌 你見他一個演員 把他踐踏到他生命人生摧毀 因為演員他吃飯的本錢就是他的人生 你把他這個東西拿在地上採 而且我也必須講一個非常坦白 我會說 我會受到這樣的創傷 是因為我信任他 如果今天我沒有信任他 就像我們在路上走一個路人 隨便對我吐口水 我不會怎麼樣的 我就叫警察啦 不是嗎 但是因為我信任他 我願意交出去給他傷害的機會 但是他竟然就真的這麼的 於去以求 而且肆無忌憚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很不OK 而且我必須要告訴所有學表演的人 不是這樣子的 所以為什麼表演裡頭會有性侵害 會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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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都以為他們在為表演犧牲 沒有表演沒有那麼偉大 使用情緒這件事情 他的確是一個我們在表演上 幫助演員的一個推力跟助力 那我們在課程上 在表演課程上的時候 我們會先讓演員知道 那或者是不讓演員知道 也是有我們的目的 但我們事後會解釋跟做安撫 那這是在表演課跟排練的時候 那如果是進入正式拍攝 因為大家都是職業的跟專業的人員 然後職業演員 他本身必須要承受這樣的壓力 以前講的會兇 導演可以兇可以什麼的 那個都是屬於工具 跟他使用出來做的一些方法跟技巧 然後職業演員是有辦法判斷這個的 然後一個嚴格的老師 跟一個老師在進行霸凌 這兩個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那我相信這個是一般人 都有辦法判斷的 這個工作坊裡頭 都是目前現場非常年輕優秀的演員 而且年紀都很輕 我真的很擔心他們認為 這樣子的授課方式 跟這樣的指導方式是對的 但是這是不對的 那我在當時我沒有辦法講 我沒有辦法告訴他們 而且因為整個環境 一些人已經把創造出 我這個人是不被信任的狀態 我是一個弱勢 我是一個笨蛋 我是個爛演員 我真的沒有資格去說 但是現在我覺得要說 因為真的不是這樣子的 比方克不是這樣子的 導戲也不是這樣子導的 你踐踏一個演員 把他踐踏到他生命 人生摧毀 因為演員 他吃飯的本錢就是他的人生 你把他這個東西拿在地上採 而且我也必須講一個非常坦白 我會說 我會受到這樣的創傷 是因為我信任他 如果今天我沒有信任他 就像我們在路上走一個路人 隨便對我吐口水 我不會怎麼樣的 我就叫警察啦 不是嗎 但是因為我信任他 我願意交出去給他傷害的機會 但是他竟然就真的這麼的 於去以求 而且肆無忌憚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很不OK 而且我必須要告訴所有 學表演的人 不是這樣子的 所以為什麼表演裡頭 會有性侵害 會有什麼 會有什麼 他們都以為他們在為表演犧牲 沒有表演沒有那麼偉大 真的沒有 我現在一直在做的事情 就希望能夠在我 從我的學生的心目中 把表演這件事從神壇上拉下來 表演他不是 他這件事情 他是來服務我們的生命的 服務我們的人生的 而不是拿我們的人生去摧毀他 去犧牲 用生命去表演 這完全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思考 那我是很希望這樣 所以演員不要再傷害自己了 還有環境不要再傷害演員了 尤其我簽 因為台灣現在這個還很落後 最近才發生的事情 我真的不能夠明白 為什麼跟演員在拍攝的時候 所有的工作人員五十幾個 可以看著他在那邊被打200個巴掌 我真的不知道欸 是什麼樣的心情覺得他可以承受 還是覺得你們覺得應該的 還是覺得說 這就是演員應該付出跟犧牲的 200個巴掌欸 我覺得這是不對的 因為我們今天在拍一個 凶殺戲我們不會拿刀 真的去刺人家的肚子 我們就不應該真的把巴掌 打到人家的臉上 如果真的要這樣做 我們可以溝通可以討論 然後可以怎麼樣最低傷害的 減低到最低的傷害 而不是試200次 怎麼看北影的聲明 他說尊重老師的個別教導 而且好像你告訴我之前 在這個事後課程的反饋上面 也沒有提到什麼 課程反饋是具名的問卷調查 你覺得我敢寫什麼 我連到15號我都不敢講 你覺得我敢寫什麼 我寫說課程很充實 跟教室離學院長很近 這是我能夠唯一想出來 唯二想出來的最中性 而且最 所以我本來只想寫說 離學院長很近 但是我要是寫這個的話 針對性不就馬上就背那個嗎 所以那個真的是 好 想問一下如果說 現在出來去講這些事情 你可能會提告 那你可能會告什麼 或者是說你希望肥影 或者是易先生做什麼事情 你不會提告 第一個肥影跟易先生 他要做什麼事情 那是他們的事 他們要去做決定 他們要去評估 他們該怎麼辦 不是我該來煩惱的 然後第二個 如果真的不信 我一直說的是不信 我沒有要做這件事情 但是如果事情這樣 持續下去的話 如果真的不信 走入司法程序 在人格罰義權 還有在精神損害的這個部分 因為我打過台灣的勝訴首例 我知道我可能有多少勝算 我今天稍早在臉書 已經有寫過一篇 有關於方法演技的一些說明 那我覺得 因為他這個東西 問題想起來比較複雜 那所以我先說一下這樣的狀況 那因為方法演技 他的這種特點 他就是要把演員 所有的身心狀況 進入到角色裡面 他鼓勵演員 用角色方式去過生活 用角色方式去想事情 用角色方式 不好意思我講難聽一點 這是Robert Pattinson說的 就是把自己打三拳打四拳 打到Divineal 然後上台 這是Robert Pattinson說的 他說他看完這裡之後 他就把這本書給丟掉了 不過這也是他現在才堪獎 但是 就我知道 在2005年的時候 英國已經有開始提出 方法演技的凡思 那2016年 好萊塢已經開始有針對方法演技 產生的弊病 有提出文章在做討論 那後續的你就可以看 我臉書上面寫 我就不多說 那當時這件事情發生的時空 是在20多年前 那那個時間你看 國外都不敢 不敢質疑方法演技 那更何況是我們台灣 那我們台灣的這些演員們 真的就是把它當成是聖機 我們認為那樣才是好演員 那樣才是好表演 我們是用那樣方式在過活的 那那個戲剛好就是 就是演一群海盜啊 流氓啊 搶東西啊 然後搶來搶去 互相廝殺 而且裡頭就是拿槍比來比去 然後互相槍一下 它就是一個惡鬥 跟互相霸凌的狀態 那我覺得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之下 還有我們的戲劇教育底下 會產生這樣的混亂 跟這樣的錯誤行為 現在如果感到非常非常的抱歉 那還有一個部分就是 關於他指控的那些行為 什麼具體的那些部分 因為我沒有跟律師討論過 那我也不知道說我這樣說 會不會在法律的角度上 對我有什麼比較不利的那個 但是我願意 我願意顧及對方的感受 我願意概括承受 感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